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独家深度报道 为什么中国在美国寻求禁止TikTok时保持克制 一项新法律禁止或强制出售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这加剧了与中国的科技战 直接针对该国第一个在全球取得突破的移动应用程序 然而到目前为止 北京似乎在克制自己 中国官员过去曾将美国对TikTok的行动 描述为试图压制一家中国公司 并且是美国虚伪的一个例子 在本周对新法律反复提问时 他们放弃了抨击华盛顿的机会 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 中国官员此前已明确表示了 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关于TikTok的法案的原则立场 你可以参考 次日官员们给出了类似的回答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本周访问中国时表示 与中国官员的对话中没有提及TikTok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字节跳动在其中国新闻应用上周四表示 他没有考虑出售 中国主要互联网监管机构的官员 私下向公司表明 如果被迫这样做 他们更倾向于该应用退出美国市场 而不是出售其在那里的业务 北京在选择发生时 从未休于抨击美国 本周相对温和的反应 在某些方面 与中国经常为其技术冠军华为技术 有力辩护形成了对比 这种调整后的公开语调 可能是出于一系列考虑 包括布林肯的访问 字节跳动 该公司超过一半的股份为外国所有 其投资者包括凯雷集团和泛大西洋投资集团 一直在试图与北京保持距离 因为他发现自己处于美国的视线中 但北京的回应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与华为相比 TikTok对中国的战略价值较低 熟悉情况的人士说 这个视频分享应用 不被视为对中国成为工业和技术强国的追求 具有同等重要性 尽管北京在最近几天没有公开评论新法律 中国已试图利用它在国内激发反美情绪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称 共产党的宣传部门 它定期向国有媒体发送 报道指导方针 最近只是这些媒体加大 对TikTok在美国困境的报道 支持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拒绝置评 中国国务院为立即回应 置评请求 这项立法总统拜登周三签署惩罚 标志着中国和美国就谁控制这个热门短视频应用程序 及其1.7亿美国用户生成的数据 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争论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此前 被推到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中心 2018年12月 当时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加拿大机场被拘留 应美国检察官的要求 他们指控他犯有金融欺诈罪 几个月后 美国对华为实施了出口限制 剥夺了这家中国电信巨头使用先进美国技术的权利 并游说其盟友从其网络中剔除华为的设备 与华为的争执被两国政府视为更高风险的较量 争斗也更为激烈 孟晚舟的逮捕导致两个经济大国和加拿大之间持续了三年的最高级别外交谈判 此间因为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 几个政府封锁了华为的设备 关于TikTok 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的困境 主要是一个国家自豪感的问题 华为也是如此 但该公司被视为对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 中国不太可能轻易放弃TikTok 从出售中撤出可能被视为向美国的欺凌行为屈服 而该应用在美国的广泛覆盖 使其成为中国可能不愿轻易放弃的资产 上个月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警告说 北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其合法权益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总裁高峰表示 中国是美国对TikTok的立法行动 为对一项珍贵商业资产的夺取 这违反了包括言论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所有权 在内的美国价值观 美国人一直在告诉中国人 最重要的事情是知识产权 高峰说 这就是他们如何践踏另一家公司的知识产权 中国官员对美国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强制禁止TikTok的做法感到沮丧 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总监陆小萌说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现在华盛顿正在为过渡的政府 对技术平台的控制设立先例 他说 TikTok已承诺将在法庭上挑战该法律 放心 我们不会走的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在一段视频信息中对用户说 事实和宪法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预期再次获胜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对TikTok立法的反应 从哑然失效到愤怒不等 许多网民嘲笑美国的虚伪和试图破坏成功的中国公司 微博上的一位用户建议 TikTok的辩论是华盛顿的另一场政治表演 该法案要求字节跳动 在270天内不离TikTok 该用户写道 美国的新总统将在271天内宣誓就职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 这一事件不会改变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水平 TikTok法案的推进非常公开 对此类措施的讨论已进行了数月 新加坡卡内基中国学者庄家燕说 关于TikTok有很多议论 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 更多可能更为严重的分歧 包括关于俄罗斯台湾和南海的问题 庄家燕补充道 北京在美国寻求禁止TikTok的问题上 选择了克制 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战略价值判断 与华为等其他技术企业相比 北京可能认为TikTok的战略价值较低 TikTok虽然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但对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直接贡献较小 外交考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访问中国 这可能促使北京采取更加审慎和克制的公共立场 以避免在敏感时期激化两国关系 国内宣传策略 中国可能选择在国内通过宣传来强化对美国政策的批评 而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相对低调 以巩固国内对政府的支持并抨击美国的做法 法律与公关策略 字节跳动 TikTok的母公司和中国可能认为 通过法律途径应对美国的挑战更为适合 而不是通过公开严厉的言辞回应 这也表明了一种更成熟的国际争端处理方式 这种克制反映了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科技冲突中的复杂考量 旨在平衡国际形象 国内政策和长远战略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